在主耶稣在来之前 基督徒还要过在地上的生活 但有时这些在地上的生活会很困难 令到基督徒很困扰 例如 我相信在香港很多基督徒的群体 都要搭地铁 上班 下班 或是接小朋友 上学 放学 但是每一天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当我们最近 刚刚经过三条线都坏了 迫爆人的时候 就有更加多不公平的事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香港人是怎样排队的 当车卖站之前 大家都假扮排队 但是当车接近入站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往往 其实就根本上是一涌而上 根本就不是排队 排在后面那些 竟然是可以涌到进去 反而排在前面那些 往往根本上就是逼不到进去 非常之凄惨 如果神是全能全之又全善 如果他真是关心人类的生活 为什么他会容许 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 在香港发生 究竟这个世界 是不是有神的呢 我相信这些 是香港基督徒每一天 都要挣扎的问题 但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早前 我也是因为 迫地铁 所以 带来思想上很大的冲击 但是那一晚 圣灵带领我 圣灵对我说话 他送了一句金句给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段的金句 是在马赫福音第10章 第31节 那里 耶稣 亲口有这句话 是主耶稣说的 他说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透过这一句的金句 令到我 茅塞顿开 令我发现到 很多我们眼见以为是不公义的事情 原来 他是应验了 圣经里面的话语 他是应验了 耶稣的预言 没错 这一句的经文 他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 写照 很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这个 就是基督徒受到的 迫伯 我们已经到了末世 你又有没有 切切地祈求主耶稣 早点回来 我们不需要再迫地铁 希望 我们好好反省 并且在余下这个礼拜里 我们都为这件事来祈祷 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